孩子们,我家有糖果啊! 十月三十一号, 在美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叫万圣节。 那天,很多房子前 会摆着恐怖的装饰, 比如蜘蛛网, 充气幽灵, 南瓜灯,蝙蝠等。 孩子们会打扮成 各种各样的角色, 有的很吓人, 有的很可爱, 他们会提着一个袋子, 或者小篮子, 然后挨家挨户去敲门, 门开了后, 就跟屋子的主人说, 不给糖果就捣乱。 去年万圣节, 我们虽然没有买饰品, 装饰房子, 但是我们买了一包五磅的糖果。 天黑后, 开了灯, 坐在门口, 给来我们家的孩子糖果。 过了一会儿, 来了好多个孩子, 有的只有四五岁, 有的甚至还不会说话。 爸爸妈妈抱着他们, 非常可爱, 不到一个小时, 糖果就都给完了。 今年因为担心糖果不够, 我就买了三大包糖果。 和去年一样, 我们没有放任何万圣节的装饰。 本来我们打算坐在门口, 但是因为男朋友感冒了, 所以我们决定就在家里等。 天黑了, 我们开了门口的灯, 准备好了糖果, 等着孩子们来。 十分钟过去了, 没有人来敲门。 三十分钟过去了, 外面连个影子都没有, 一个小时过去了, 连只蚊子都没有路过我家门前。 我们等了两个小时。 一个孩子都没有等到。 这十五磅的糖果, 我们两个人可吃不完。 吃完的话可能也没牙了。 你说, 这些糖果明年万圣节还能用吗?